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在电子公司上班 那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 我老的时候到底要做什么呢 然后我在看野台戏的时候 就刚好看到 有一个老人家 他在做化糖人 生意又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这个工作应该很适合 以后我老的时候来做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学 学了化糖以后 我就从年轻人开始做到现在了 其实化糖人的材料是蛮简单的 我们只要把砂糖 然后再加水 然后把它煮开了以后 那就可以作为化糖人的材料了 做化糖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糖水倒在化板上面 等它快要凉 又还没有凉的时候 我们用工具在上面 刻画它的线条等等 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铲起来 这样就算是化糖就制作完成了 化糖这门手艺 它其实是很古老的传统手工艺 那最近是因为科技的发达 所以变成说这些手工艺都快要失传 老人家就慢慢凋零了 然后年轻人他也不会想要学这一块 所以变成说可能后继无人了 那希望政府有关单位 可以培养像这一种学校 我们就把它传承下去